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要学习一下这个日志服务到底是什么样子 它的配置文件是什么样子 它产生的日志到底代表了什么样的含义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使用rsslog采用的这个格式之后 它记录日志所记录的这个日志包含的含义 我们先打开一个这个日志 其实我刚刚打开的就是啊 随便挖下的log下 这里面的默认日志其实都是采用rsslog来进行管理 那我们就用secret安全日志打开看看 这其实就是这个secret的日志 我们其他所有的日志 其实跟它的格式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采用的都是相同的日志管理服务 那这里面主要包含了四个内容 一段显示的是实践 几点几分产生的这条日志 第二个呢就是 就是有哪一台主机产生的日志 接下来呢就是产生这个事件的服务名 或者程序名有哪个家伙产生的 最后是这个日志的具体星期 那我们来看看 这里其实有意义的就是这几句话 这几句话 我们来看看 看在几点几分 对吧 在我的本机 对吧 由sshd这个服务 产生了这样一条日志 这个日志记录的是 同意了 从1.155 登录了root的密码 它的密码输入是对的 然后呢 由tum这个模块 验证了这个密码 然后允许它登录 来记录了这样一个登录过程 对不对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 日志的格式内容 其实我们说 所有日志其实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再换一个 Log下的message 我说这是基本的信息 好吧 光标拉到最后 这时候就能看到 呃 我们能看到 哎 这里面它的登录了这个 这个日志产生的这种 比如说 这种连接的实践 发送的这个socket的 挑截式实践 这是系统的socket服务 这是一个警告信息啊 servus的这样一个警告 好 好 这是Natical 这个我们现在还用不到 这是我们的监控服务器 所记录下来的信息 但是它都放在这里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的格式基本上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我们能够看到的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坏了 我这里 产生因为记录了这个 我安装了监控服务器 这个监控服务器 产生了大量的干扰信息啊 所以 让我的这个日志文件 看起来不是太动的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还是能够看到 是吗 几点几分 本机 那这个服务产生的 然后呢 具体的内容 哎 它去连接我的这个文器 SA的这个文器 然后呢 这个文器最后拒绝连接了 因为我的这个 Windows当中没有安装 Natical的客户端 所以导致这个情绪 但是它的格式是一样的 哎 格式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 日志的文件的格式内容 通过这四点 我们所有的系统日志 产生记录下的内容 你都应该能看到 它都是类似的格式 只是日志的服务的名字不太一样 产生的日志的具体信息不太一样 当然有些日志可能不是太有 太具有总心意义 但是常规的日志 比如说报错了 比如说拒绝连接 比如说直接报警了 这些东西你是应该可以判断的 那话说回来 我们又牵扯到了一个计算经理 对吧 呃 这个我们就不再强调了 这个在最开始我们就强调过 计算经理的重要性 好 这是日志文件的格式 其实知道了这个东西 日志你就能看懂 啊 这是能看懂 但是接下来我需要讲一下 rcclog这个家伙的配置文件 呃 我们的rcclog记录哪些日志 到底记录什么样的日志 是通过这个家伙配置文件来确定 那我们需要打开看看这个配置文件 vr 一切c rcclog 打开 这个日志 我用vm打开 vm打开看起来更直观一点 哦 没有颜色 啊 我的远程工具没有调整颜色支持 好了 那就这么样 下面这些呢 它都是定义这个日志的 呃 这个日志服务的功能 这个我们都不需要看 对我们来讲 其实有效的 有意义的 就是这些 那 从这里 这个因为默认是注释的 所以我复制了这样一个内容 放到了我们的幻灵片里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容 其实它会遵守的都是这样一个格式 那也就是说 这个authorprival 是这个服务的名字 这个点是连接符号 这个星号代表日志等级 这个代表日志记录的位置 那也就是说 所有跟认证相关的服务 点代表比它等级高的 比这个等级高的服务 那星代表任何等级 那也就是说 其实它指的就是 所有日志相关的服务 不管它是什么等级 全部都记录在这个里面 那这个名字 我们接下来 待会来看名字 那么可能不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个 等级和连接符号 我们待会一个一个来讲 先来看看 在我们的日志服务当中 它支持了哪些服务 还是通过表格的方式来做 我们说 一直都在说 这个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对吧 图不如视频 那我们通过这种表格 录制的视频 当然应该是最好的 打得吹一下牛 好了 那这时候就能看到 author是指的日证相关的 authorprival是私有日证相关的 我们默认用的是它 还有今生任务的 手务进程的 FTP的 内核的 本机预留的 打印机产生的 还有呢 有邮件的 新闻的 还有日志本身的产生的信息 user 用户的 然后UACP 其实这里面 我把这里面常见的这些 你们看到了全都复制了 认证任务的 对吧 然后认证的 内核的 对吧 它都已经把它常用的都已经复制出来了 复制出来了 它能识别的比较多 但是我们把常用的其实全部都允许 我们现在说的指的是日志的名字 这个日志名字是由 rsyslog 这个服务来定义的 它不是我说的算 甚至也不是Linux自己说的算 而是由它定义好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只是 你用需要什么日志 你就把这个服务写进去 告诉他我需要记录这个日志就够了 这个服务名只要针对表格 能看得慢就行 也不需要你们来记录这个日志名字 然而也就说 其实这个服务名称 只在日志服务里面有效 其他的地方其实是没有作用 对吧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连接符 也就是这个点 连接符除了点之外还有哪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 这个其实不是连接符 它代表的是所有等级 但是这是一个特殊符号 所以我把它放在了连接符里面 那连接符呢 其实指的就是这几个 第二 代表只要比你指定的等级高的 这个日志全部都记录 日志等级有很多 比如说常规日志 警告日志 疼痛日志 那如果日志等级越低 他记录的信息就越详细 日志等级越高 比如说腾控指的是服务器不死 机就不能记录 他记录的日志量就会越小 但是等级越高的日志 他的危害就越大 我们就越需要优先处理 那这个点的意思就是说 你后面写的等级 你后面写的一个等级 只要比这个等级高的日志 我全部都记录下来 你写的是常规日志等级 那比他只要高的警告啊 疼痛啊 我全都记录包括这个日志等级等级 但是这块写的星号的意思就是指 任何日志等级 那就等于是这个服务下的所有日志都记录 这是第二个作用 还有点等于 那指的就是 他记录的只是等于这个等级的日志 而其他等级都不记录 只记录的是等于这个等级的日志 那第二感叹号 在0.3中感叹号代表曲反 代表于什么 除了指定的这个等级之外 其他的日志等级全部记录 其实我们能够见到的连接符 就这三个 第二等级 第二感叹号 这个其实不是连接符 它标称的是所有日志等级 但是是一个特殊符号 所以我把它写在这里 写在这里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日志等级 日志等级 Dbug一般巧是 等级最低 相当于记录的日志信息最多 相当于其实说可以记录任何日志 但是这个E MERJ 这个就是疼痛等级 代表系统已经快死期了 是已经死期了 最高 安全等级最高 记录的日志信息量越小 因为你不会每次都起来 只要你的服务器一启动 它就疼痛了 那样的话你的服务器早崩溃了 对不对 那这也就是说 从低等级到高等级 等级越高 记录的内容越小 它的优先级 优先处理的这个级别就越高 它危害就越大 等级越低 它的优先级别就越低 但是它记录的信息量就越大 这就是日志等级 那这时候也就说 你应该就能看明白了 如果我写的是这个 它指的是 只要是跟认定相关的 只要比任何等级都高的等级 都高 它全部都记录 星号其实相当于任何 所以就等于是记录了所有的日志 所有的日志等级 好 这是前面的这几个 这个日志等级 接下来还有日志的记录位置 日志的记录位置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用绝对路径 标称这个日志显然 比如说落下落下了 塞口对吧 还可以使用设备的链面 比如说LP0打印机 我不记录在金盘内 直接打印出来 当然这个用的不多 这个东西用的不多 最常用的还是我们这样 当然也可以把日志发送给远程指定计算机 这相当于什么 我把我们Linux当中 我有10台Linux 我拿出一台专门做日志服务器 其他所有的计算机的日志都发给我 当我检测的时候 我只要去检测这一台计算机上的日志就够了 因为它包含了所有的计算机 那这相当于搭建了一个日志服务器 日志服务器 那还可以干嘛 发给某一个用户 当然这个家伙要在线 如果他没登录 发送的信息是相当于丢了 不要 或者直接就写波拉号 代表不需要这个日志 这就是我们来看这个日志配置文件的内容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志 它代表的是 所有日志全部都记录在这里 那除了它呢 我们还可以看 内核的日志其实是末日没有记录的 如果你把注释打开 就会在这里记录内核日志 然后message呢 看 我为什么说message是系统当中最主要的文件呢 因为你看它代表所有的服务 只要比infor这个等级高 只要比这个等级高 看 我们来说infor等级 infor等级是一个比较低的等级 没错吧 所以它记录的信息会非常详细 那也就说任何一个日志名 只要比它等级高都记录过 然后邮件等级 邮件日志呢 比这个这个num等级高就记录 num其实是没有等级 num其实是指的不记录 这个也是不记录 所以这个里面 其实还是把所有的信息 只要比infor高都记录下 都记录下 好 这里就是我们刚刚幻灯圈里这个日志 然后邮件日志 没错吧 然后呢 定时任务日志 然后呢 所有的腾痛等级日志 都干嘛 显示在发送给任何人 信号代表发送给任何人 那也就说 如果有人在线 就会给你发送信息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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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 你这里又经的这个腾痛等级日志 对吧 但是你要是没人在线 那可能就会有点小问题 好了 这就是这个配置轮件的内容 啊 其实我们说 只要我知道了这个东西的含义 我就可以自己来定义 我的这个日志的内容 我就可以自己来定义 没错吧 好了 那这就是我们 哎 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这节课讲了一下 我们日志服务 rcclog 同时介绍了rcclog 这个服务的配置文件的内容 哎 介绍了它的配置文件相关信息 啊 然后呢 我们重点是只要能看懂这个配置文件 就够了 其他的其实我们都不需要时间去改 都不需要 你只要知道 我们的日志 实际在这个配置文件 把记录就够了 好了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汽车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